歌隊呢?裡面有歌隊,這是好戲劇,或是《歌歷史》也有 放下來這個戲裡面,除了《雙珠》之外,歌隊有什麼位置呢? 現代戲劇還放歌隊進去,其實很少有歌隊 歌隊,以前《變天》都有用,我們很多戲都有歌隊 《龍騎》或者《小花》都有歌隊 其實歌隊是很好用的,第一,它可以做群眾 但群眾不是一個現實的群眾,真的有一群人衝上來 而是它可以說一些好像跟劇情有關,但好像又沒有關的 它又可以放大一些,amplify 了一些,譬如那個character的情感 或者一些idea,或者一些交戰,譬如那個角色是天人交戰 它自己做人,要有天和對話,chorus就可以了 所以chorus的可塑性很大,而且你一用chorus,觀眾就知道這個戲是不realistic 一旦不realistic,即是不寫實,你就可以做很多東西 譬如寫一些poetic的台詞,或者一些幻聽的東西 好像聽到很多聲音,其實是沒有自己內心的聲音 即是有chorus,有很多東西可以做,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用的元素 其實香港很少劇場這樣做 是很少的,其實也很難做 很難做,因為現在在現代 即是 例如年輕觀眾未必那麼理解chorus裡面的運用 即是那個… 即是演員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理解到 即是作為一個歌隊和音樂劇裡面的群眾舞蹈員或者演員的分別 所以我們這次也花了很多時間去探索一下歌隊的位置 究竟觀眾進來看的時候,他們會如何關聯到歌隊 有時候可能是…即現在進來看觀眾 他們是關聯到歌隊的說話 甚至是多於雙豬說話 我覺得好像是站在他們那邊 今次我覺得是…今次的歌隊 好像跟變天的歌隊有點不同 我覺得是有點不同 這種歌要字的歌